其实我跟大头还是 其实上一届我们俩也是参加过一届 其实面对这届 可能我们俩人确实又长大了两岁吧 但我觉得其实我们俩彼此之间 还是目标肯定一致 然后其实沟通啊 包括交流 还有我们俩之间彼此的信任 其实我觉得还是要比上一届 肯定要好了更多 混双的荣光已经够了 他们的未来在单打赛场 2024年成都国际兵联 混合团体世界杯的抽签仪式 即将拉开帷幕 电视屏幕上那熟悉的名字 再次引起热议 孙颖沙与王楚清的沙头组合 将会携手亮相 迎来奥运后的首度搭档 此刻 电视机前的观众们 或许已经在内心激动万分 期待着这对曾经创造过辉煌的组合 再次并肩作战 可是随着消息的传开 涌上心头的情感 却并非单纯的期待 反而是一种矛盾的情绪 夹杂着无奈与叹息 曾几何时 孙颖沙和王楚清的名字 被无数观众挂在嘴边 成为了年轻一代乒乓球选手的代表 他们的混双组合 曾在东京奥运会上闪耀夺金 带给中国体育前所未有的荣耀 这对黄金搭档的默契配合 技战术的精妙运用 曾一度让无数人感叹 中国乒乓的未来 已然掌握在他们手中 但如今 当这对搭档在新的赛季 依旧频频出现在混双赛场时 突然间 粉丝的心情 不再是单纯的欢呼和激动 而是深深的困惑与惋惜 五年前的东京 孙颖莎和王储亲 为中国乒乓带回了一枚混双金牌 那一刻的荣耀 几乎成了他们职业生涯的巅峰 那个时刻 无数人泪目 尤其是看着他们笑叶如花 承载了整个国人的期望与梦想 混双金牌的背后 是两人无数个日夜的刻苦训练 与默契配合 是他们为国争光的责任与担当 而那一刻的光辉 似乎也成了他们之后 所有混双赛事的定格影像 看似是双双登顶 却也让他们陷入了一个 没有出口的漩涡 当沙头组合再次出现在赛场时 热议的焦点不再是 他们是否能够赢得比赛 而是星号星号为何要继续搭档 继续承担混双这个任务 星号星号对他们来说 混双的历史使命早已完成 他们是否有权利专注于 自己真正的主战场 单打 这一份沉甸甸的金牌 已经足够让他们载入史册 为什么还要将更多的精力 耗费在这个已没有挑战的项目上 回看孙颖莎的职业生涯 她已是中国女拼的领军人物 不仅是世界第一的女单选手 还是拼坛上最具潜力和影响力的 年轻运动员之一 她的单打之路 从一个个世界级赛事的胜利 到最终站上了世界巅峰 诠释了什么叫做天才与努力 并行的完美结合 对于她而言 混双赛场并不是她真正的挑战和目标 而是对她个人实力的一种外延扩展 混双金牌 的确为她的职业生涯增添了光辉 但在她的职业生涯中 她始终应该只是一个阶段 而不是一生的标签 王储钦同样如此 虽然她以混双金牌的荣耀 开始了自己在世界拼坛的展露头角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的关注点早已不再仅限于混双 王储钦的男单技术日渐成熟 她的实力在不断的竞争中越来越强 她的目标不仅仅是国拼的未来 更是个人的突破与成长 对她而言 混双的辉煌已足够 那一金足以作为她在乒乓球历史上的烙印 但她更多的是 渴望在单打赛场上实现自己的梦想 去和世界顶尖的选手们一较高下 很多人可能会认为 作为一队曾经获得过混双金牌的组合 继续参加混双赛事无可厚非 甚至是对他们的尊重与期待 但是从竞技体育的角度来看 过度消费这些顶尖选手的组合 实际上是对他们职业发展的不负责任 在短时间内 让他们频繁地参与混双赛场 尤其是当他们已经不再需要为 这项赛事证明什么时 无疑是在消耗他们的精力与状态 当一个选手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是否还需要反复出战同一项目 成为商业运作中的明星产品 更为重要的是 混双赛事本身的价值 早已不是他们职业发展的关键 对于孙颖沙和王楚钦来说 真正能够让他们职业生涯进一步发展的 是在单打赛场上的持续突破 而混双早已不再是他们追求的目标 反而可能成为他们职业生涯中的一种累赘 每一次出现在混双赛场 意味着更多的压力与挑战 而这种压力 恐怕并不来自赛场上的对手 而是来自外界对他们不断要求更多的期待 孙颖沙和王楚钦并非不珍视混双金牌的荣光 他们也深知这份荣誉 对于自己和整个团队的意义 可是他们更明白 职业生涯的长远发展 不能只被过往的荣耀束缚 幸好孙颖沙在不断突破自我 在单打赛场上独占凹头 他的每一场胜利 都是他对自己承诺的兑现 而王楚钦 同样是未来国平南丹的希望 他不应再被局限在混双的框架里 而是应该勇敢走上单打的战场 去证明自己的无限潜力 也许他们并不想说出来 但他们心中一定有一种声音在呼喊 我们已经为混双做了所有该做的事情 接下来的路 请让我们走得更远 更自由 孙颖沙和王楚钦的混双成就 已经镌刻在历史的长河中 不再需要通过不断地回到混双赛场 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他们的未来 属于更高远的单打赛场 属于属于他们自己的荣光 作为国平的顶尖选手 孙颖沙和王楚钦的每一个选择 和每一次安排 都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与考虑 教练组的安排 是否也能根据他们的成长轨迹 和职业规划进行调整 为什么有些选手可以专注单打 而有些选手 却始终需要被捆绑在混双赛场上 这其中是否存在一种不公平的倾斜 当孙颖沙已经成为世界第一时 是否还应该被安排去参加那些 看似加分的混双赛事 而忽略了他作为顶级单打选手的价值 若教练组能够更加公平地 对待每一位运动员 给他们充分的空间 去选择属于自己的赛场和目标 也许国平将会收获更多的突破与成就 孙颖沙与王储钦已经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他们不需要继续以混双作为自己的身份标签 他们更需要的是单打赛场上的脆活与提升 不管怎样 孙颖沙和王储钦的混双历程 永远会是中国乒乓历史中的辉煌篇章 那枚金牌已经足以铭刻在国人心中 成为他们永远无法磨灭的记忆 但是现在真正属于他们的未来 已经不再是混双的赛场 而是单打的辉煌与挑战 让我们尊重他们的选择 让他们从混双的光环中走出来 去迎接属于他们自己的单打荣耀 在这个新的赛季里 不再抢求他们的捆绑搭档 而是期待他们在单打赛场上的更加闪耀 与此同时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王储钦 或许是冷静 无论是面对多么强大的对手 还是在比赛的关键时刻 他总能保持一种几乎冷血的决断力 年轻的他 似乎天生就具备了在高压环境下冷静思考的能力 这也是他成为世界级选手的内在原因之一 王储钦的成长轨迹 犹如一场浩瀚的星际旅行 冯唐曾说过 世界上最美的风景是没有人能遇见的 王储钦的每一次跨越 似乎都在挑战这个世界的常规 早在少年时期 他就表现出了极其出色的乒乓天赋 不同于许多乒乓球选手的生长环境 王储钦的成长充满了曲折与艰辛 来自普通家庭的他 早期的训练条件并不优越 但这并没有阻止他追求卓越的决心 在一次次的训练中 他的技术逐渐完善 反手的细腻与正手的爆发力 也在国际赛场上屡屡得以展现 他是那种在关键时刻 能够击溃对手心理防线的选手 他的进攻总是犀利而不容有失 反手的拧拉更是充满了变化 每一次高强度的对抗 几乎都能看到他精准的技术 和对局势的完美掌控 无论比赛多么激烈 王储钦从不慌乱 他能够在瞬息万变的局势中 保持理智 做出最合适的判断 这种超凡的冷静 不仅源自他的天赋 更源于他每一场比赛背后 那无数个看似不为人知的 孤独训练时光 他的身体条件也极为出色 身高和臂展的优势 使得王储钦在场上 拥有天然的优势 他的步伐灵活 能够迅速改变位置 进行精准的反击 快速的移动 与强劲的进攻 形成了完美的结合 王储钦的技术 不仅在国内无人能敌 放眼全球 他也是男单 男双 混双三项领域的佼佼者 但王储钦真正令人钦佩的 是他那种绝不言弃的精神 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刻 他依然能够咬牙坚持 凭借毅力与决心打破所有障碍 在每一次的比赛后 当站在领奖台上的时刻到来 他的脸上没有任何张扬与骄傲 只有一种安静的满足 那种胜利后的冷静 似乎让人看到了 不为外人知的成长与心路历程 若王储钦是冷静的战术大师 那么孙颖莎则是迅猛的进攻女王 她的每一次挥拍 仿佛都在掀起场上的风暴 孙颖莎的快速进攻 出其不意的战术 以及超凡的反应能力 让她成为了乒乓球世界中的 一颗耀眼明星 而背后支撑这一切的 是她无与伦比的坚韧性格 孙颖莎并非一开始 就拥有今天的荣耀 她的成功并非偶然 而是在无数次的摔倒 与战起之后积累的结果 从青少年时期开始 孙颖莎就展现出了 出色的运动天赋 她的身体条件 虽然不及某些天生的高个子选手 但她极具灵活性和爆发力 使得她能够迅速应变 她的打法 更像是一把锋利的剑 快速而致命 每一次的暴力正手进攻 仿佛都带着摧毁对手防线的决心 在赛场上 孙颖莎总是带着一种强烈的侵略性 正手快速暴击 反手则以灵活的防守 应对对手的反击 她的每一场比赛 都会让观众感受到 她无与伦比的竞技状态 与强大的内心 特别是在大赛中 孙颖莎总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展现出超乎寻常的冷静和战斗力 她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 在她的职业生涯中 也曾经历过低谷 极度伤病和困境 曾让她的信心动摇 但她从未放弃 每一次跌倒 孙颖莎都会更坚强地站起来 带着满腔的热血与决心 走上赛场继续拼搏 正是这种不屈的意志力 使得她能够在竞争激烈的 女拼世界中脱颖而出 此外 名嘴赛前看衰王储钦夺冠 赛后嘲讽张继科 樊震东实力不足 网友炮轰 看比赛的心情本该轻松愉快 可这次WTT总决赛 场上场下都热闹非凡 王储钦以4比0的大比分 击败张本志和夺得冠军 本该是件值得高兴的事 偏偏有个名嘴跳出来搅局 不仅赛前断言 王储钦必输无疑 还在赛后阴阳怪气说 他靠遮球获胜 说到这位名嘴的言论 真让人哭笑不得 赛前他煞有介事的分析 说王曼玉能赢 王储钦必输 结果打脸来得太快 王储钦不光赢了 还赢得干脆利落 这下可好 他转头就开始在社交平台上挖苦嘲讽 说什么遮球战术 还拿张继科当年的比赛说是 这种言论不仅伤害运动员 更折射出体育圈一些人的浮躁心态 有意思的是 樊振东也没能逃过这位名嘴的毒蛇 说他实力不足 技术单一 这评价可真是一针见血啊 樊振东作为国平主力 拿过那么多冠军 竟然被说成实力不足 这话说的也太离谱了吧 说到底 体育评论需要专业 但更需要客观公正 拿王储钦来说 他在比赛中确实展现出了过人的实力和心理素质 面对强敌张本志和 他沉着冷静 战术运用得当 这不正是一个优秀运动员应该具备的素质吗 再看樊振东 从他的比赛表现就能看出 技术全面 实力雄厚 是他的标签 说他实力不足 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一个运动员的成长需要时间 需要比赛的历练 也需要外界的理解和支持 眼下的体育圈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有的评论员为了拨眼球 不惜说些危言耸听的话 有的媒体为了流量 不断制造话题和争议 这种风气不仅影响运动员的心态 也让体育失去了应有的纯粹和美好 作为体育人 更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比赛本身 运动员在场上拼搏的精神 才是最值得关注和赞扬的 像王储钦 樊振东 这样的年轻选手 正在用实力证明自己的价值 我们何不给他们多一些鼓励 少一些无谓的质疑 体育评论的核心 应该是帮助观众更好的理解比赛 欣赏运动员的精彩表现 那些为了拨眼球 而不负责任的言论 只会让体育变味 希望那些名嘴们能够静下心来 用专业的眼光去看待比赛 用真诚的态度去评价运动员 体育的魅力在于公平竞技 而不是无谓的口水战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国评价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道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